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今天這樣拍 因為我第一次才要這樣的分享 然後我剛才在你們的介紹裡面聽到你們的故事 對 然後本來想說大概就十幾二十個人吧 我們就慢慢聊 我們想這麼多人 所以如果真的要好好的聊 你要聊到明天啊 對 所以我在想說 我可能用明天 那其實呢 我覺得有一個更特別的就是說 我今天其實也是跟你們一樣 我其實是來吸收知識 就是吸收朱平老師的人生的智慧 因為我剛剛看完他的書 我有很多很多的感動 就是說在那個書裡面 他最常提到一個精神是分享這件事情 我們常常想我們自己的問題是什麼 你們要做什麼 可是 你要做的事情跟這個社會其實是有關聯的 你跟其他人是有關聯的 你不會只是在做自己的事情跟別人無關 你怎麼樣把你自己會的東西 你的能力可以擴散出去 這件事情其實很重要 就跟焦點剛才那個影片 我真的覺得那個影片 跟豬平老師的這個書裡面的精神 是非常的符合 那這個也是剛才你們在分享 這個幾位幾位朋友 也有提到這個部分 我覺得今天會來到這裡的朋友 其實都是很有理想性的 都很清楚 你們自己想要為這個社會 可以帶來一些審廟的力量和人 那我花一點點時間 對 你剛才給我一個三十分鐘 看到了 我會盡快好不好 盡快把我想要講的跟大家來分享 比如說我今天要講的是我自己人生的一些故事 那待會兒我的人生故事都要把它講完 可能要兩個多小時 那三十倍鐘我想你們用最快的方式 就是同時也來 因為剛才有些問題 我覺得可以從我的故事裡面去找到答案 那一開始我要講的是 裡面有關鍵字 你們看到一個重重對獨特 那這個其實就是另一位的問題 剛剛很多人都提到一個問題是 我是誰 我要做什麼 為什麼我要做這件事情 那我不知道我要往哪裡去 那這個就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你還不了解自己 那你不了解自己 你會做的事情就是重重 大家做了什麼你就跟著去做 反正他不會出差錯 可能也不會有什麼多大的成就 但也不會有多大的問題 那這是不是你要問人生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要好好去思考這件事情 為什麼一開始我就想說你是誰 你一定要先想清楚你是誰這件事情 那我自己很有趣 就是大家看過就知道我其實家庭很不好 那小時候是做偶手的 什麼叫偶手就是那種機械 對 我只要進去工廠五分鐘 我的全身就是油膜的那一種 然後就是那種沖床 你要去壓那個鐵片 壓出來讓它成形 那東西就是你腳踩下去 那那個沖下來之後 你鐵片就會成形 你知道這個事情喔 其實是有很大的危險性 那我就看到我的學長 我的同學那個拇指都不見了 那是很稀鬆很長的 我看到一個最可怕的是學長 是他手伸進去去做鐵片的裁切 手伸進去在這個地方 他忘了他手還沒伸回來 他腳已經踩下去 他覺得他的手衣比較以上 那他覺得哇 怎麼會這樣子 被我當時其實也很受衝擊 這個是不是我要的人生 那其實我也開始在思考這件事情 那個時候我才幾歲 十六七歲 十六七歲 我一邊在捏刀紙 我一邊在工廠工作 但我看到這個畫面的時候 我就在問我自己 我是不是一輩子要做偶手 我也不知道我的拇指可能會不見了 對 那如果不是 那我要做什麼 當然我要回顧他講說 做偶手是不是不好 它不是不好 其實我覺得每一個工作 在這個社會一定有它的貢獻 那即使是現在 做偶手很多都可能自動化了 這個安全性也好很多 可是在我們那個年代 其實我們要面對這樣的風險的時候 必須找出你的興趣是什麼 這是不是真的你的興趣 那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開始在挖掘我自己內心說 那我會做什麼 我一開始在思考這個問題 那我最想要的 最喜歡的就是 音樂這件事情 可是音樂這件事情 離我太遠了 一個偶手要怎麼到音樂公司 這件事離我很遠 那我常常跟人家談夢想這件事情 很多朋友都說 老師你每次都講夢想 夢想好遠喔 根本就不可能 對啊 其實夢想如果很容易 它就不叫做夢想 它就是因為很難嘛 你可能要走9萬18館 你才會到 剛才有個朋友這樣 9萬18館 他都不知道他到不到的了 其實我也不知道 到不到的了 可是我知道我要向他靠近 我知道一步一步 能向他靠近 有一天我就會走到 那那是什麼 叫信念 所以呢我從小就有一個這樣的信念 是我要往我的夢想去靠近 我不管他會不會到 那我繞了好多個圈 大家看過書就知道說 我可能也做過記者 然後也做過保險 然後什麼什麼都去試了 沒有關係 你們現在也可能都還在試 但是你要先找到 你真正想要做的是什麼 那個你的熱情會放在哪個地方 這是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當你找到了 你就會奮不顧身往那裡去 你就會成為一個獨特的人 對 那這個是 我覺得大家先找到這件事情 再來呢 當你找到這怎麼辦 一定要堅持嗎 你看他想說 我想說我想要做這個 我想要成為那個 我想要成為一個很出色的歌手 你要先想到 成為一個很出色的歌手 這件事情喔 不是大家都可以做到的 常常有很多的朋友想說 老師你要不要聽聽我唱歌很好 我聽他就寄了一個NP3 從我Facebook就丟給我 然後我聽了我自己覺得 你真正想你五一不全 你真正想你五一不全 你為什麼這麼勇敢的寄給我呢 我常在想這件事情就是說 你要先知道你自己的能力在哪裡 你有夢想很棒 可是你要去培養什麼 培養能力 你把那個能力培養出來的時候 你就等待的是機會嘛 那這個在培養的過程中 我在這個裡面來講的就是 你怎麼去堅持這件事情 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繞了很多的圈子 我進了毀石 那時候我進 我的第一個唱片公司的工作 是在毀石唱片 我剛進去的時候啊 我的主管 把我放到一個小助理的工作 其實在這之前 我已經是一個很會寫文章的記者 可是他不敢讓我去做這個工作 直接就去做宣傳這個工作 他為什麼不敢 其實剛才有個同學也提到就是說 我為什麼 我的志向不是做這件事情 可是我到這個公司 他只讓我做一個很基礎的工作 那你要覺得說公司在文區裡嗎 其實不是 其實那個等待的時間 是你最好的學習時間 我當進鬼石的時候 我其實每天都在撿報紙 那個時候台灣有非常多的報紙 二三十種報紙 我每天都在撿跟公司有關的分手的訊息 那很像什麼 很像整理資料的人 那你會不會覺得說 那你好無聊喔 你不是想要做音樂這件事情嗎 你為什麼每天都在撿報紙 我那個時候我也這樣問過我自己 我花了那麼多的力氣 然後我 不要去零五萬多的薪水 我只零14K 我來到這裡 就是為了我的夢想 可是為什麼我每天都在撿報紙 我也問過我自己這個問題 可是大家要去理解一個事情是 如果你沒有經歷過這段時間去聽你的同事 他們怎麼去溝通 去聽他怎麼去跟歌手溝通 跟同事溝通 跟製作單位溝通 跟媒體溝通 你如何知道你會做這件事情 你不會知道的 所以你在這段時間是什麼 是你最好的學習的機會 所以你知道我當進鬼石的那半年 簡報紙 其實我人生最好累積的機會 我都在聽我同事在做什麼 然後在聽的時候 我才知道原來是這樣子跟媒體溝通 這樣才對 那如果他一開始就讓我上線 就讓我去做這份工作的時候 我可能很快就會陣亡 因為我可能在一個應對的問題裡面 我答錯了 我講不好 我沒有處理好 可能我的歌手不開心了 可能媒體不高興了 我被投訴了 我可能就跟這個工作就拜拜了 所以呢 不要覺得你的工作很委不足道 不要覺得你的工作沒有什麼 其實那個時候啊 我們在滾石有個標語很重要 那我在滾石我很重要 那我記得我之前就上那個 PBBS感感人物 那方電話就大笑 他說哈哈你怎麼會這麼樂觀 其實他不是我過度樂觀 而是我真的知道說 我自己在的這個小角色 他其實很重要 那個重要就是 因為你在培養一個 你自己獨特的你 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所以我在那半年 其實我到現在 我都還是常會去跟我的同事講說 你不要耗高路遠 不要想說 我現在就立刻要一步到達 你想要去做的這件事情 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工作都是累積而來的 你沒有經過累積的過程 你是到過了你要去的地方 那接下來呢 我要跟郭文講就是 怎麼樣去支付和要求 就是我剛才講的 你看的是你此刻的薪水 還是十年後的價值 這件事情很重要 每個人都在追求說 我要趕快去賺多少錢 22K不夠 30K不行 40K可不可以 這件事情大家從 重新來想一遍 你問你自己 你現在的薪水也許不夠你生活 也許不夠 因為我常聽到我很多的 年輕的朋友說 我現在一個月子裡 兩萬五 或是三萬 那我連付房租 我坐車 然後我再吃飯 我就沒有錢了 怎麼可能你跟我談 創業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根本不可能 可是另外一個思維是什麼 我另外一個朋友說 對我也領30K 可是呢 我不可能一直只領30K 那我要做一件什麼事情 我要累積資格去創業 所以呢 他不同的思維會造就什麼 他會造就不同的結果 所以呢 你知道我當時在 退伍回來之後 我在一個雜誌社工作 我在那個雜誌社工作 一個月有五萬多的薪水 我除了寫稿 有稿費 然後有薪資 我還有 我那時候想到一個事情就是 現在所謂的置入性行銷 我把歌手 帶去一個把廊去做頭髮 那個把廊呢 就付了我們公司廣告費 當然那個廣告費 不是變成一個廣告 他就把它置入在這樣的一篇文章裡面 那在這個裡面呢 我一個人薪水就賺到了五萬多 在當年其實是非常多的 那有 可是有一天我講說 嗯 我的夢想不是音樂嗎 為什麼我一直在做 在做寫稿這件事情 在一個雜誌社裡 那有一天我去補給容器 我就跟國池的一個高層講 我就跟他說 有沒有可能我可以來你這邊上班 他說 你看我們這邊上班 你現在你的月薪水有多少 我說大概五萬多 他聽他嚇一跳 他說你知道我們給我們的薪水是多少 我不知道 他說我們剛剛 剛入這個行喔 就剛進來我們公司的薪水 都只有14k 我那個時候心裡就盤算了一下 14k 那我到了月底怎麼辦 然後我如果拖掉車資 然後我要拖掉我要吃飯 然後我要拖掉房租 那我自己又住在外面 那我要怎麼活 我開始在想這件事情 可是 這個念頭 我在計算這個事情的時候 那個腦袋只有五分鐘而已 五分鐘過後 我就跟他說 我要這個工作 為什麼 為什麼我可以從五十幾 可以說我要14k的工作 因為我相信十年後的田丁峰 我剛剛看的是十年後的他 而不是現在的現在的我 那這個就是很確定嘛 因為你很確定你的目標 因為你相信你自己做得到 所以你可以去做出一個跟別人不一樣的決定 當你願意去做這樣決定 你就會相信你會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呢 我很快在這個行業 我到了五十兩年 其實我沒有太久的時間 兩年我就已經是四萬多的薪水 已經不是14k了 是四十幾k了 那你想 哇怎麼可能 你怎麼做到 我告訴你我怎麼做到 當別人工作八小時 我真的工作十六個小時以上 那你想說 哇那你把時間全部都給了工作 你的生活呢 其實對我來講喔 熱情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很愛這個工作的時候 你根本不會覺得你累 坦白說 我當時從來沒有覺得自己累 我每天都是這樣工作這麼長的時間 我恨不得有很多的機會可以給我 你給我更多工作我更開心 那那個時候你只想到你的主管 你的老闆去信任你 然後去看到你的成績 你也想要證明你自己 所以呢 那個時候我都不覺得累 累這件事情 會在我的字典裡面發生 那我再舉一個例子喔 大家都知道我現在會去拍照 有一次我在和關山拍照 那個是早上四點鐘 我從那個清清農場 就到了那個武嶺那個地方 那我在拍那個清晨 我希望那個清晨太陽起來 我會來捕捉那個畫面 然後呢 就在那邊一直等 等到那個太陽起來 其實我已經過了一個小時 然後等到我在拍完 就一個小時過了 等於是過了兩個小時 這兩個小時過了之後 你知道 我那個臉變成紫色的 我的嘴唇是紫色的 我的手根本不能動 其實 我的跟我去的同事 他嚇一跳 他想說 哇你怎麼臉都僵掉了 因為他們都躲在車子裡面 只有我一點在外面啊 你知道那時候氣溫只有 五度到六度而已 然後我只穿了很多的襯衫 那當時啊 他們很驚訝說 為什麼我可以去做到這件事 而且我也會怕人 不覺得 我說因為我那時候 已經忘記了冷這件事情 我用什麼去忘記這個冷 熱情 因為你喜歡這個工作 你就不會覺得那個累 你就不會覺得冷 那這個就是熱情 所以你一定要去找到 你對這個失誤真正的熱情 你就會專注去投入在這件事情上面 你的這個結果出來就會跟別人不一樣 這個是我大家在跟大家分享的是 你如果用一生學命的精神工作 你才能夠勝過其他的人 然後呢 這一張喔 我們在講面子跟禮子 在這本書裡面 還有一個地方我提到什麼 我二十六歲就成立種子名約 你知道在我那麼年輕的時候 我有沒有犯過錯 其實我犯非常多的錯誤 在那個過程裡面 一個二十六歲要當一個老闆 其實心理壓力很大 就是你的同行每個人都想把你打下來 都覺得哇你是誰 你入行才四年 你憑什麼開一個公司 對你不過就是運氣比我們好 可是我那個時候我相信的是什麼 我相信的是 我給你努力啊 我當然可以得到這件事情 可是我心裡其實是很虛的 我那時候其實心裡很虛 我很害怕 但是我不能在別人面前表現害怕 所以我就裝了一副很厲害 對 因為你要把那個面子給顧好 所以就裝了一副很厲害的樣子 可是我其實常常回到家裡的時候 我其實心虛到要一直吞滿你 我才會幫我睡覺 那我別人看你覺得你很成功 覺得哇 你是一個音樂的金銅 你也可以賺這麼多錢 你那麼高的位置 可是我不快樂 那不快樂的原來 這不是你喜歡的工作 為什麼不快樂 不快樂 是因為我太在意別人怎麼看我 而我今天就要去做出一個別人 在別人眼中想要看到的樣子 可是那個跟本座不是你自己 這個事情讓我真的感覺到 不快樂這件事情 這個情緒一直在發酵 一直發酵到什麼時候 一直發酵到2000年的時候 2000年那個時候啊 NP3的崛起 大家都在網路上當樓音樂 沒有人在買CT 很少人在買CT 我們突然間一落千丈下來 那個營收者一落千丈 沒有一個唱片公司 可以找到方法 怎麼去解決這個數位音樂的問題 我們要從什麼管道去獲利 所以很多的本土公司 那個時候就收掉了 然後包含我自己會找不到方法 我也不知道我該怎麼辦 於是呢 有個國際公司 他就找我過去 他就說 那你要不要來我們公司 管我們這個 那個公交上滑 在當年呢 這公司非常的大 有很多很多的藝人 那這個總經理這個老闆呢 就找我去幫他去管 上滑這個商業公司 那我的思維是這樣子 既然我不能 我找不到方法 那我是不是到一個大公司 我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我就可以去學習大公司 怎麼去經營一個公司的理念 所以我就到了上滑去 到了上滑之後呢 才發現哎呀慘了 我其實才到的是一個 一個很大 我不會做的事情 那那個事情呢 其實讓我整個人生 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因為我的老闆拿出財務報表 來給我看 全部通通都是紅字 我就嚇一跳啊 不對啊 許如意以前不是 那個時候不是很紅嗎 上面出去就是50萬張 還有動力火車出去也是50萬張 每一個熊貼皮 每一個都賣得很好啊 為什麼會是紅字 才發現 那我老闆告訴我說 你仔細看錢花在哪裡 期限費用很高 那怎麼辦 那齊薰都要把它當下來 Costdown下來 那他一砍呢 就是四分之三的錢 我現在只剩四分之一 也就是說 他上面只剩一千萬可以去打仗 其實那時候我很掙扎喔 因為你知道 當別人都還在用四千萬的規格 在打仗的時候 就一千萬的時候 你怎麼辦 所以我很糾結這件事情 第二個 老闆告訴我說 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你要把公司的員工 砍掉一半 那時候本來是70幾個員工 還有砍掉一半 是剩三十幾個 那對我來說 其實是一個很痛苦的過程 因為那些員工我根本不認識 我不知道誰好誰不好 但是我就是直接接受命令 我去做了這件事情 那你知道喔 人是這樣子 當被你砍掉的員工 會不會 會不會對你呈生怨恨 很嚴重喔 然後你的歌手 被你的氣圈費用砍掉了一半 他會很討厭你 他會覺得你是誰 憑什麼你一來 就把我的氣圈費用砍掉一半 我可是天后 我是天王 在你手上 你這樣子的氣圈 遇上我出去 有什麼打仗 那我就混在你手上了嗎 還有更糟的是 還有一半的歌手 也被我給解約了 那為什麼解約 因為那些歌手不賺錢 那站在國際公司的立場 他就是看數字 他就是看報表 你跟他講其他的東西 很難說服 他只能用數字去呈現這個事實 而你來的工作任務就是 你要去讓公司把這個紅色 紅色的變成黑色的 讓紅色變成黑色 就讓公司獲利這件事情 我那個時候 我本來 我覺得田丁宮其實他最厲害的是什麼 他最厲害就是當一個海盜 你知道嗎 什麼叫海盜 就是我們擁有一個海盜精神 當別人不敢去冒然的去創業的時候 可是我覺得我可以就去創業了 當別人覺得說 你應該要照規矩來 你要一步一步的往上滑的時候 我跟人家不一樣 我四年就成立公司了 可是當人家看隨你的時候 我就把那個開案變成一個很大的力量 讓自己做得更好 這個就是一個海盜的精神 可是我到了上滑去 我發現我沒有那個精神了 你知道我把 我變成什麼 我變成像海軍 海軍是什麼 就是聽老闆的話 老闆叫你說你就去做 你根本老闆根本不敢 坦扯跟大家說 你怎麼可以叫我做這件事情 你不敢去跟他辯論 你明知道你心裡是對你講不出話來 你只能聽命行事 當你自己成為一個聽命行事的海軍的時候 你原來會做的事情 你原來厲害的那個部分不見了 你知道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你原來最厲害的特質消失了 你當然做不好啊 你怎麼可能做得好 那所以這件事情就沒有成功 他當然不會成功 所以呢 他在我兩千年 我在上滑一年多的時候 我就歷經我人生最大的失敗 那個失敗到我一無所有 把從前過去賺到的錢 去不通都賠掉了 我又去亂投資 因為不懂的 又去亂投資 所以我那個時候 不到一無所有的一個狀態 然後在那個狀態裡面 我自己在找廚民怎麼辦 那體育工剩下什麼 所以那個時候我逃到大陸去 我去投靠我的朋友 那我朋友在做家具 他說好吧那你就會轉業嘛 那我就突然想說 對你我應該要轉業 因為我不敢回去 你也可以長進這個行業 我覺得我自己很失敗 想說我過去那麼成功 為什麼我突然這麼失敗 可是我覺得 我忽略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那個問題是什麼 因為就是過去一路 我用努力去證明成功這件事情 我也相信這個價值 這個信仰是對的 所以我沒有長過失敗 那沒有長過失敗 剛爹一叫的時候 你就以為 這是天大不得了 所以你只知道逃避 所以你知道我去不斷的逃 我逃了一年多 逃了兩年 逃到大陸朋友那邊去 所以我還是被全部被判了 然後才醒過來 才醒過來我到底在逃什麼 如果我過去花了這麼多的時間 在這個行業有一些成績 為什麼我現在我要逃 逃到這個地方 然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所以剛才很多的朋友 講到很茫然啊 現在不知道該怎麼判施 其實那個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甜檸檬贏更茫然 他真的不知道他明天要怎麼活 他身上那個 不是提款器提不出錢而已 而是那個 債已經變得這麼高了 好幾百萬的債 一卡兩卡 對到好多的債務 回到說我能生死定走到絕境 可是就是在那個一面之間 轉一面 那個念頭怎麼轉 就是我為什麼要逃 如果我會的 我會的事情在這裡 我是不是應該在這裡找到方法 我去面對問題 面對這個時間 我去找到方法 我再回來 如果有一天我要離開這個產業 我要最好的時候離開 我為什麼要夾這一把 這麼拉背的離開 結果我才到北京去 那到北京那一年 我又認識很多音樂圈的人 然後呢開始去找到數位 行銷獲利的模式 然後去建立了在當地的演出市場的關係 結果才在03年的時候回來台灣 重啟台灣的種子 才擁有台灣後面十幾年的種子 比較更輝煌的一個成績出來 所以自己的人生 最後還是得自己救 沒有人救得了你 你知道嗎 如果你的念頭不轉 你就是一直在原來的地方去打轉 就是跟我那個時候你一樣 一直在原來的地方去打轉 說我為什麼那麼可憐 沒有人會可憐你 除非你要自己救你自己 如果自 我是覺得自怨自愛這件事情 它無助於你解決你的困境 只有你真誠的去面對你的問題 才會找到方法去找到答案 我那個時候在大陸 我跟你講我在大陸的一個經驗 我剛去的時候 其實 雖然我找到方法 我知道怎麼樣回來台灣 怎麼樣再去牽歌手 然後我再回到大陸去 那個時候在03年 我們在北京成立種子的時候 它是台灣一個本土公司 在北京成立音樂公司 其實 對於大陸來講 我其實是很陌生的 可是我知道我的未來我要獲利 我必須要靠這麼大的一個market 所以我必須要在這裡去榨根 所以我那時候我到大陸去的時候 其實我有被騙的經驗 我記得那個時候有一個 專門在做電信商 電信商之界的一個SP 他就拿到我們的音樂的授權 那當時呢 我有信任一個主管 我那個主管呢 我本來把他派到北京去 他簽下了一個很奇怪的合約 因為那個合約其實不是一個正式的合約 因為他沒有經驗 他還被公司蓋賬 我也不知道他簽了那個合約 那我那個時候到了北京 有一天就換來個兩個標籤大案 衝擊老辦公司吧 這一張合約就丟到我車桌上說 你認不認這張合約 我看到我嚇一跳 他上面寫的是什麼 總指音樂未來五年的所有的音樂 都授權給他 但是呢 只拿到他多少的預付金你知道嗎 五萬塊人民幣 那個跟整個的市場的價格出入 是很離譜的一件事情 但我看到那個合約的時候 我其實有一點點 嗯 我知道我用錯員工了 所以給我闖了一個非常大的貨 可是這個問題我還是必須去解決 然後呢 這個兩個標籤大案就把我壓到了 那時候佣可公對面的巷子的茶館 他們就拿出了一個名片出來 是中宣部 那中宣部是什麼 中宣部在大陸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部門 這個部門可以告訴你說 他們可以跟他的政府講說 這個總指音樂這個田地公司的台獨思想 所以我可能就會不見了喔 對 內地的法律其實 我覺得不管哪有去內地做工作 你一定要遵守法律這件事情 真的很重要 後面如果有機會再跟你們講一個小故事 這個經驗其實很重要 所以我當時我嚇到 我當時真的嚇到了 所以呢 當我被威脅的時候 我不只能做什麼還能起下來 所以那時候我就很冷靜在思考說 這是真的嗎 我有打了一個很大的問號 我沒有立刻妥協 可是我告訴他說 你給我一點點時間 我來看你怎麼去解決這個合約的問題 我們各退一步怎麼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是用時間去換空間 那他說好 他就把我放回去 放回去我同時找律師去查 去查他給我的這張名片 幸好這個是假的 它不是真的 對 所以大陸其實你存在了很多的陷阱 那你在遇到這些陷阱的時候 你同時要冷靜跟有志 會去解決這些問題 那因為台外的法律跟大陸法律 本來就是很不一樣的 我以前公司海的員工 他是在做法務的一個小女孩 有一天他就被我的一個新媒體的一個副總 一個女孩子 是上海的女孩子 那個主管 他就突然打了這個 這個做法務的這個小女孩一巴掌 因為他們就在爭執 為了一個合約一直在爭執 他就打了他一巴掌 那時候我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 人在外面 回到公司 我知道這件事情 我嚇得一跳 怎麼公司會發生這種事情 於是我就把這個主管招來說 你怎麼會 你怎麼可以 他就開這道 講很多人都會說 我就不管任何的原因 你都不可以去動手 好 那我就趕快安撫這個被打的小女孩 這小女孩呢 我以為我安撫好 他就跑去驗傷了 他其實沒有傷 他一點傷都他就打一棒 所以他沒有傷 可是 過一天 這個小女孩呢 就 律師就進了一封 律師喊過來 就是說他在公司呢 被這樣子對待 那公司沒有盡量保護他的責任 所以他就告了田律峰 那 他現在覺得奇怪對不對 不是我打他 為什麼他告我 對 可是在法律上面 我其實是站不住腳的 因為呢 我們在那邊設立公司 基本上我們要保護每一個員工的安全 所以當律師在跟我講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還是用台灣的理由在思考 我有點不解 可是 談到後來我才知道說 OK 兩岸的法律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從那個時候就開始 怎麼樣去學習說 去適應這個地方 而不能老是用我台灣的觀念 我台灣不是這樣子 沒有 你們都是你要拋棄 你到一個地方的時候 你要學習去適應這個地方的環境 但是學習適應這個地方的環境 並不是把你心中的這個 是非觀念給毀了 這是兩件事情 很多人想說 那放那邊去 其實在大陸 如果你去做生意 有些時候你會知道說 有些錢其實是很奇怪的 就是中間的人 你就把這個錢就拿走了 然後你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要給這個中間人的錢 可是如果你不給呢 你可能做不到這個生意 那這個時候你就很糾結 那我到底要不要做這個生意 那我時間有點少喔 好 這個有機會再跟你談這個小故事 這個故事很有趣啦 那我只有在跟你談這個小故事 那我剛才講的就是 你怎麼要去適應環境這件事 不是環境還適應你呢 是你去適應環境 再來就是我講到 創新行動堅持的夢想 這個就是我剛才整個在講的這件事情 那創新喔 我們每個人的生命都在追求 不一樣的生命跟價值 我一直在想說 田立峰在這個唱片這個行業做了23年 我經歷過很低的這麼低的低潮 我也經歷過很高的高潮 那接下來 我可以自己去做一件什麼樣的事情 我其實在前面的時候 我在思考呢 我以後有拿了相機 手上那一台相機 我就一直在想說 我會不會用手上的這台相機 去創造我不同的生命 去來豐富我自己的人生 如果我有第二人生 這第二人生 應該要從哪裡開始 那要怎麼去做 於是呢 我就開始了拍照這件事情 那我就開始在全台灣 開始全台灣到處去拍照 拍到整個拍完之後 我的那個 台灣地圖途徑都訂完之後 我就出了一本書 那本書就叫 瘋合理 那本書就叫瘋合理 那本書就叫瘋合理 那本書就非常的好 我自己都嚇一跳說 他怎麼可以賣到那麼好 那也因為他賣到那麼好 他就讓我 背後改說 好吧 那我已經走一條不一樣的路 那大家一天想說 所以他為什麼 那種書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我們剛剛提到一個什麼 創新這件事情 那本書其實啊 我暗談了很多的創意在裡面 因為一般的出版社 說實在 他們只會做 他們平常會做的事情 他不會多做 因為他們的書是很多 啊對不起 姐姐有經濟日報的 他們只會做他們會做的事情 那 那時候我就跟陳邦講說 好啦 那你這個 我這本書 讓我來做好了 讓我來做行銷好了 那 他也覺得說 OK啊 那我就看你怎麼樣去做不一樣的行銷 因為他覺得我在challenge他們 那 他也覺得好吧 那我就讓你去試試看 你要怎麼做 好 你現在看到這個圖片 他是誰 知道了你不要講 他是誰 對 主編老師他是誰 你都不會知道啊 怎麼可能 他就是一個背影啊 怎麼會知道他是誰 對不對 他是光良 好再來 這個是誰 看了說他是帶背影嗎 那是因為你們知道他是帶背影啊 你不可能看了說他是帶背影啊 對不對 好 現在這個是誰 克星 這個可能不要看出 因為他有肌肉啦 哈哈哈哈 然後再接下來呢 這個臉可能會比較清楚 對 可能比較看得出來他是誰 對不對 好 重點來了 如果我要出一本攝影師集 我手下有這麼多的藝人 為什麼不拍他美美的照片 為什麼 為什麼不拍 市場上都是這樣 你知道嗎 本質這件事情很重要 攝影的本質是什麼 我們 我如果今天要去拍明星這件 拍個美美這件事情 我告訴你太多人都會做這件事情了 我們以前在拍專輯方面 那些都是大師 真的都是大師 可以拍得又帥又美 如果我今天再去做一樣的事情 你這個叫什麼攝影師集 就不是了嘛 對不對 而且這本書我在講的是台灣這件事 這講夢想這件事情 你怎麼可以把那個藝人拍得美美的 那跟這件事情有什麼關係 它沒有關聯性 所以不能破壞什麼 不能破壞本質這件事情 那不能破壞本質這件事情 可是我要創造話題的時候怎麼辦 你看 就讓這些人變成路人囉 就像我書裡面很多的路人 很多過路客 可是 他在裡面是一個過路客 可是當他在做行銷的時候 他是不是可以創造話題 是誰可以讓這些大明星變成一個路人 變成一個背影 就是田徑峰嘛 那這件事情在當時在媒體的操作的時候 他的行銷就非常的成功 所以這本書才得到那麼多人的助力 所以他是要有方法的 所以我在想說 做很多事情 你們都要覺得說 不可能這樣不可能那樣 其實你要在不可能裡面去找到新的可能 那個時候你要運用的是你的腦袋 因為唯有你願意去創新去改變的時候 你才知道它可能 它也許不會成功 我跟你講 就是我們剛才講很多事情 看起來好像都會成功 好像我知道改變我都會成功 也不一定會成功 可是如果你願意去試 它就會有機會 那你要不斷地去試自己 自己的可能性 把那個左腦運用的百分之五 再擴大一點 百分之六百分之十 你就會發現你的人生會不一樣 可以走不一樣的道路 好 我的時間到了嗎 最後三分鐘 最後三分鐘 那我就把這句話送給大家 不要因為別人不看好你就對自己失望 信心像一個小小的燭光 不要輕的免洗它 它終究會帶著發光 我希望在座的每一個人 你們都很有熱情 然後你們願意去學習 我相信把那個熱情持續下去 讓你的心中的燭火越發越亮 我相信你們都會是最一樣的那顆信心 謝謝 們